1975年2月4日,我国辽宁省南部地区海城营口一带发生了7.3级强烈地震。 我国地震工作队伍,镇区党政军民及时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, 使这次地震在这个工业集中人口稠密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大大减轻。 镇后生产迅速恢复,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事情,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。 辽南大震之前,地震工作部门根据各种前兆资料, 对辽南地区将要发生大震,1974年6月做了中期预报, 1975年1月又做了预报。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,辽宁省各级党委加强了对地震工作的领导, 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工作。 辽南防阵斗争的实践证明, 宣传群众越深入,群众情绪越安定, 防阵工作越落实。 为了预测预报地震,摸清地应力和严层变化的规律, 我国工人和科技人员试制了各种探测地应力和严层变化的仪器。 各地群众应地质疑,创造了许多简易地应力仪。 当土应力一探头受到挤压, 电表就指示出变化。 把它埋到地下, 就能观测地应力的变化。 别看这些仪器结构简单, 扑着羊的结合起来, 把它们组成观测网, 就能在较大的区域内监视地震动向。 姬亚惊慌飞诱叫, 猪耳拱卷往外逃。 牛羊罗马不信卷, 鱼儿不宁水面飘。 在蓬勃发展的群测群防运动中, 广大县、社、生产队都建立了动物观测点网, 人人关心地震, 人人做特报工作。 广大群众认真观察, 掌握动物的生活习性, 区别地震前动物的真假异常, 在预测预报中起了较好的作用。 根据仪器观测发现, 辽南大镇前一两天, 小地震骤然增加到二百多次, 震级也迅速增大, 接着出现一个平静阶段。 他们参考以往经验, 认为小洞中孕育着大洞, 平静中蕴藏着不平静, 做出有大地震发生可能的判断, 为辽南大镇预测预报做出了贡献。 实践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了小镇闹, 大镇到的规律。 1975年2月4日强烈地震前, 地震台和群众业余特报组, 都观测到了大量的临阵异常。 小地震迅速增多增强。 水冬记录出现凸跳, 土地点记录也大幅度升降, 景泉水普遍异常变化。 各级党委, 立即领导群众, 加强戒备, 严阵以待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